曾说过我看见我的身体与心灵每天的改变 并宣示我爱新的我 绝不会回到过去我曾有的饮食习惯的全球知名素食网红 扎纳迪亚特 刹那第二 在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情况下赫然辞世 让全球网友为之震惊 根据医院初步报告 39岁的扎纳迪亚特是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过度饥饿而逝世 据美国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报道 扎纳迪亚特是俄罗斯籍的素食网红 他身为一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 不仅坚持素食主义 还进一步推广原食 Raw Food 的理念 这包括从各种水果到畜牧等未经过烹煮的食物 可以保留原食的风味与营养成分 扎纳迪亚特自身极力贯彻起原食的饮食理念 透过社群网络分享并推广 他选择宜居东南亚 除了物价相对便宜 各种盛产的水果对他的饮食习惯来说 如同一国他乡的甘确 这位网红对自己的饮食理念有着坚定的信心 并曾表示 同年纪的人看起来老于七年 都是因为他们的垃圾食物饮食习惯 然而 近期他的身心状况显然出现了问题 身体变得越来越瘦弱 有朋友前几个月在斯里兰卡见过扎纳迪亚特 形容他看起来非常的疲惫 人很瘦 双腿却负重 另有朋友在普吉岛见过他 忧心地表示 我住在他的上一层楼 每天我都害怕早上起来会发现他的尸体 尽管扎纳迪亚特的朋友强烈建议他就医 但他仍然不幸身亡 他的母亲则认为死因可能与感染病菌有关 然而 医院的初步报告显示 他是因为过度饥饿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而去世 当然 这仍需要进一步的验尸报告来确认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连煮都不煮 搞不好吃下什么寄生虫 他也太瘦了吧有厌食症吗 他是原始 跟野生动物的吃法 差不多了吧 过度饥饿导致营养不良 这跟吃素无关吧 看图片 严重的缺蛋白质吧 肌肉缩成这样 原始人类就不是吃素过日子的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